欢迎锁定今天2月2号 在星期二晚上7点55分 问你播出新台湾加油 赵绍康决定重返国民党 这究竟是一场入党秀逼宫秀 还是问鼎2024大位呢 韩国瑜去年9月劝我选 党主席这是赵绍康 昨天面对媒体史 透露这样一个内容 但是我们看到赵绍康会变成 韩总的华丽化身吗 要选党主席问了吗 因为韩国瑜表态强烈的敬意 感谢他挺身而出 但是呢他话说的似乎 还有非常多的保留 他说他不只是2024 他事实上呢6都2022 也可能有机会 所以呢当他已经抛出不排斥任何的位置 同时呢到底赵绍康这样的一个出场 是埋下什么样的伏笔 他甚至还说我比韩国瑜更适合选党主席 绍康这一回真的能够忠心吗 可是呢江启成你看他到处爬爬走 怎么去接招 博逼宫赵绍康说希望多一点竞争就应该要聘我当中平位 他是这样子向江启成喊话吗 可是旋风式的一个反党之后 是不是真的是剑指就是2024总统大选呢 赵绍康的一番话 never say never 留下什么样的玄机 而国民党呢我们看到了这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怎么说 他说国民党应该要修改参选规定 为赵绍康来进行解套吗 赵绍康的一个大动作 侯友宜的解读是 一切应该尊重党的机制跟规定 这些透露出什么讯息 包括了疫苗政治 今天出现最新发展 来邀请这几位来宾 首先为你介绍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 十百名副来到我们协议长 石帆老师 大家好 以及医师工会权力会的副局长 罗俊选罗医师 小军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何波文 大家好 南岸政策协议研究员赵绍兽老师 小薛好 大家晚安 以及前陆军少将 也是有国民党籍身份的于北城 小军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整合医学科的主治医师 来江冠永江医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财经专家姚慧珍 大家好 我们稍后要请慧珍来为我们解读 国民党在忙什么 罢免的是哪些人在罢免 包括反萊豬的联署 忙的这些 可是蔡英文在忙什么呢 蔡英文除了昨天带着大批的队伍 进军到桃园 有这个行政院长 包括了桃园院市长 郑文燦裴统 难道在国民党一番 必逃跟弃逃 总统不怕被感染吗 难道不怕吗 总统还忙另外一个事情 等一下慧珍会告诉我们 包括政治评论员 李正浩会加入我们讨论 我们要连线给国会观察 基金委总姚立民老师 不过我们首先来听听看 这是赵绍康的最新说法 我记得我是没有人比我更适合 整个蓝军 让台湾站起 让台湾站起 台湾应该要站起 那个时候在韓国要选国民党主席嘛 大家记得吗 韓国人来找我 我想他找我一定希望我支持他选国民党主席的 在媒体上一定这样支持他 我们吃饭吃到一半 大家光发学业随便聊 他突然说 有一件事 我说你要选党主席 不是啊 我怎么要选党主席 你要选党主席啊 那我什么事情 他说他很替国家担忧啊 很替台湾担忧啊 那看来看去 他认为 他认为只有我能够救国民党 就是韓国瑜讲法 他认为只有我能够救国民党 所以他希望我能够出来 从九月第二次再而三 来说服 但我也很 就是很感谢他的看重 那 我就跟他讲说我没资格嘛 韓国瑜就说这样 中文评委的事 他去跟江启臣讨论 那他说如果说可以的话 你可不可以下来选 他说 如果你搞成了 我们再来讨论这个事嘛 大人在桌上 讲好了要填 就填吧 就填回去 那没想到昨天就消息出来了 很快啊 那至于 我有没有资格 会不会有资格选党主席 这不是我的事情 党主席的事 他要考虑 老乡十八老师 在日本有很多的政党 有十分的政党 有出现这样政党 在政治人物离开之后 而且呢 在离开的过程当中 还曾经组一个新党 现在呢 再度重回 有这样一个政党吗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就是说九十年代初 日本呢 当时从自民党跳出来 一伙人成立一个党 叫日本新党 这个党首呢 第一个就是党主席呢 叫西川护西 他呢 就是一提出改革的口号 最后呢 把自民党打倒了以后呢 1993年成立联合政权 然后这个西川护西 当了日本首相 这个人呢 其实赵少康他们当年 在台湾组织新党的名字 就是从日本新党 借来的 但是这个日本新党的 西川护西呢 就当一年首相以后辞职 辞职以后 就完全从政界隐退了 他在首相期间呢 表现还不错 支持率到最后 也是蛮高的 但是说他隐退了20年之后 不知道突然间 想到什么 回来重选东京都知识 东京都知识 就是东京市长嘛 东京都知识 大家认为 他 蠻看好的他的 形象 但是说呢 结果选了第三名 比当选的人 的一半票还不到 就是说怎么说呢 他的形象虽然不错 但是他的支持者 已经有了很多 毕竟他离开政治圈 已经很远了 那么我想谈谈一下 赵少康也有意思 就是日本人 第一次认识台湾的政治 觉得台湾政治 有意思 关心政治 其实是1994年的 台北市长选举 当时呢 就是赵少康和陈水扁 出了两个政治明星 这个呢 其实台湾问题 归根结底 就是统独问题嘛 是想和中国走在一起 还是分开嘛 当时这两个人 是代表两种势力 而且呢 就是日本才开始关心 其实我觉得 当时因为他们 正因为赵少康 造成那种亡国感 危机感 致使了 把国民党的 本省派把票投给陈水扁 所以说呢 促成了台湾人的大团结 那么我认为 他现在再次出来的话呢 对我们外国记者来看呢 是很好的事情 因为过去 我们看台湾政治 我在台湾住了一年 看不清楚 为什么看不清楚 因为国民党 明明是统独问题最重要 但是国民党天天 今天要普筛 明天反美朱 后天选什么小明 都是一些很细节的小事情 根本面目模糊 在真正的大是大非问题 你没有自己的声音嘛 那所以说 我觉得赵少康出来的话 应该是 至少大家以后论争 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你像和中国在一起 还想台湾自己 自己做过自己的 这个弄清楚的话 其实别的问题都好解决嘛 那么我想赵少康重新出来 他这个让大家看清楚 到底现在他的支持率 还有多少 到底他的主张 他是非常明显的 他的政治主张 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变嘛 让台湾人看清楚 我们外国媒体也看清楚 我们也很好写嘛 这样的话 我们也想看一下 到底赵少康的支持 在台湾还剩多少 所以说呢 我觉得以后 如果他真能够当选党主席 或者是参选总统的话 这个的话 以后我们稿子就很好写了嘛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是乐观其成的 对赵少康说 是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劝劲他回国民党参选党主席 韩国瑜还发文向党内喊话 希望在良性竞争下 选出大家肯定的领导者 带领蓝颖团结士气 被解读韩国瑜 根本想透过跟赵少康结盟 再让我需要请教何博文 所以呢赵少康 是韩国瑜的华丽化身吗 韩粉 我们都知道 韩粉在国民党 是一批不能够得罪的 一群广大的一个力量 韩粉可以转化成赵粉吗 来你怎么看这个态势 我觉得赵康应该算是 韩国瑜的另一个变身 他的另外一种形式样貌的出现 那我其实听到这个赵先生 要出来之后 其实我突然感觉到 很错愕 突然感觉到大A梦又变回小叮当 突然感觉我好像 做一个时空穿梭机回到过去那个年代 我绝对百分之百肯定说 赵康先生代表就是那个年代 他在那个年代绝对是一个 非常有魅力的一个政治人物 而且他有他的群众魅力 他有他的这个口号演讲 各方面坦白讲都是一流 在那个年代啊 我们可以见证说台湾民主 是如何的进程 我举例来说 为什么说突然时光倒流 回去二三十年的那个时代 感觉很错愕 因为其实在那个年代 是一个审级冲突很严重的年代 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国家认同 很分歧很分裂的年代 在那个年代是一个 政治对立极为严重 包括国民党内主流非主流 包括这个所谓的反理庭理 或者是所谓的改革民主等等 各种不同的这个激烈 所有的这个火花 都在那个时候浇荡 激荡出来 所以我想说台湾好不容易 经过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 大家共事 然后经过那么多次的民主选举 我觉得很多事情 终于走出一个团结的台湾 一个台湾命运共同体的台湾 一个中华民国台湾的台湾 结果现在突然又时光倒回到 那个激烈充足的年代 我实在是觉得有点错愕 其实赵康先生他其实是 在这个1981年他就 选过两次的市议员 当时都非常高票 他跟陈水扁都是那个时代 最有魅力的政治人物 为什么 他们的市议员得票数 不是他第一名 就是陈水扁第一名 然后接下来他又参选这个 这个立法委员 那立法委员也是用齐高票当选 之后他也转任政务官 这中间的过程之中 赵康先生他在国民党内 因为所谓的这个反理 跟这个永远的这个势力 换句话说就是国民党 两种不同路线在鸡蛋过程中 当时我记得在立法院 有很多的次级团体 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 立法院次级团体是非常多 雨后春水 但是比较 那时候比较显慕的 大概像一个集思会 集思会就是李登辉路线 本土派路线 当时我记得黄祖文 林玉祥 吴子等等这些 就是集思会成员 另外一挂就是所谓的 新国民党连线 是以赵赵康 玉祐 敏 李胜峰这些人为首 后来这些人后来就组成 脱离国民党之后 就组成新党 那他们为什么脱离国民党 当然他们有一套说法是说 希望为了国民党的民主化等等 但事实上说起来就是当时 国民党内的主流非主流的 这个斗争 当时国民党内的当权派 坦白说就是李登辉 后来他们出走之后 另外成立一个新党 后来因为这个新党 刚出来之后 以赵康先生当所谓的 新党的 这个全党的这个召集人 确实引起很大的旋风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94 你想想看我们 现在又不断的要 回忆过去那段年代 1994年当时的 这个台北市长选举 黄大洲 陈水扁 跟赵兆康 三雄鼎立 当时的台北市长选举 1994年那次 包括市长的辩论会 我想绝对是台湾 到目前为止 很难突破辩论会 这么地精彩 而且这么多人去看 一直到现在 我这两天我看那个YouTube 上面还有很多的点阅率 一直到现在很多人 都还去观赏当年那场 我记得那一场的辩论会 这个陈水扁跟赵兆康 两位非常精彩 赵兆康他就是用他的 政治金童那种魅力 不断地煽动群众 他告诉所有的人 只要陈水扁当选 中华民国就要灭亡了 这句话我印象很深刻 他从头到尾就是 中华民国要灭亡了 然后提出所谓的新秩序 你不要小看他 他动员能力多强你知道吗 当时社会的对立是包括 连继承车都分两派 一派是以所谓的 挺新党大中华路线的继承车 另外一派是全民继承车 当时连继承车 在车上都要什么 豎骑小骑子 甚至把那个大的旗杆拿起来挥 在那个年代 1994年那场台北市长选举 真的是超级的精彩 那这个陈伟扁 他最有名的一句话 就说有那么严重吗 一直在那场编论会里面 因为赵阿康不断指示说 中华民国要灭亡了 他就说有那么严重吗 那当时另外一个就是黄大舟 黄大舟他诉求的就是那种 那种大象 憨厚型的 所以每个人各有各的角色扮演 所以那场编论会非常精彩 而之后在那场选举 我记得当时不管在中山足球场 那时候中山足球场 还是有群众动员 是 或者是在台北的体育场 只要是两党一动员 要嘛就绿海一片 要嘛就黄色旗帜一片 包括在选举过程中 在街上你都可以看到 自用小轿车 包括摩托车都会怎么样 弄上快乐希望沉水扁 或者就是所谓的新秩序 或者是新党的旗帜 所以我认为真的 那个代表是台湾一个年代 我现在回想起那个年代 我内心有很多的感触 也有很多的感恩 我很多的感触是说 那个年代真的是一个 冲突对立的年代 但是我充满感恩的是说 一路以来 我们全民不分党派 好不容易走到这一 透过各种竞选 透过各种选举 民主成熟到这个地步 我只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但我绝对尊重国民党的家务事 但是台湾真的有需要 再重回到那个年代 由那个年代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 现在在撑起大旗吗 如果说国民党内部真的是 这样的一个复古风 走回那个年代 我也充分地尊重 但是我只是觉得 台湾继续要往前进 国民党要怎么样的世代交替 我不知道 我就常举一个例子 我昨天也举一个例子说 民进党现在我们是 三十几岁的吴怡农 已经要接台北市党部的主委 我跟赵天宁 我们都四十几岁 一个接新北市党部主委 一个高雄市党部主委 我们是不断地诉求年轻 青壮世代逐渐地接班 逐渐地来壮大我们党内的 这样的一个各种的势力 那希望能够让所有社会 对民进党焕燃新更加地进步 但是国民党的世代交替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往年轻 青壮这样交替 他们是从江启臣要交替到 赵少康 这也是一种世代交替 但是这个世代交替 对国民党是好是万 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说 不管如何 不管怎么样 我们会一起过去那个 动荡对立的年代 我们希望台湾不要走回头路 我们希望台湾大家真的能够 继续往民主成熟巩固的路线去进步 我觉得这才是台湾之福 博文用交替两个字 他说现在浑然要用江启臣 交替到这个赵少康 从1994年这个政治金头呢 挥洒在这个街道上 当时我在TVBS 我们那时候三组人 因为都要贴身采访 在台北市长的时候我正式贴身采访赵少康 当时的陈水扁是黄宝会所跑的 另外一个王云宜呢 他跑的是国民党的黄大洲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辩论会的那一场 有这么严重吗 中华民国要灭亡了 你听起来跟两个对垒 事实上在现场里面被边缘化了 这是国民党的黄大洲 那么这一场的这个街头之间的 所谓的绿旗黄旗之间的对峙 那个氛围的确令大家非常深刻 因为是台湾第一次民选的台北市场 但是我请教的是于北辰 最近有这种事情 画面当中你看到 现在是江启臣 四个人在跑跑 有些人跑跑跑 他要竞选连任 现在赵少康来说 你让我做总评委 你让我给你算 听你才有这种事情吗 你让我当庄评委 然后我帮你干掉 时间上可以这样子吗 其实这个国民党的 这个所谓的选举党值选举规定 我们一直在不断的调整 从里长开始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小从里长大到党主席 里长的提名到党主席提名 都有不同的标准 某个地区说现任优先 可是换了某些人出来 就是说也可以报备 所以说这次所有继承党员 对于这个所谓公职的选举 或者党值的选举 很诟病的意思 就是永远都充满了弹性 所以这一次党主席选举 没有定死 他只是说第一个你要是党员 第二个你具有中常委 中平委或者是中安委员的资历 就可以 那请问党员党零多久 没有规定 他是按照每一次党主席选举 不同届颁发的不同的特别规定 所以说他这个规定是一直在调整 所以这也是长期以来 我们党员一直在说 怎么上次选吴敦义主席的时候 要入党三个月 这次投江启臣的时候 要入党满一年 那下一次再投多少 不知道充满了弹性 所以这也是说 为什么每一次选举就要吵一次 每一次选举就要大家争论一次 所以永远没有一个定位 那至于说 这江启臣会不会从善如流 用从善如流来宣 来这个讲 可能江启臣不太服气 因为群众的意思在哪里 国民党很少有党主席 或者是政治人物 敢去跟他的所谓的党众去做对抗 那真正会出来投党主席票是哪些人 绝对不是五十岁以下的 五十岁以下的国民党党员 其实参与党职选举的比率不高 都是大概是六十六十五 七十八十 这种所谓资深的老党员 他们的投票兴趣非常浓厚 那这些人 你可以为什么赵大康这么有把握 要说我要选主席 你要让我中平 我就要出来选 这些现在六十五 七十五 八十五 九十的人 当年是不是都是赵大康的粉丝 都是哦 你可以回想到1994年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住台北市 我住在文山区 所有的旗子西海飘洋 都是黄海 或者是绿海 看不到蓝海 黄大洲的海不见了 黄大洲的海不见 被边缘化了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代 在二十八年前 大家对于国民党 就已经有一点点 所谓的有抱怨 所以你认为这一次 绍康中心重返国民党 是胜利在望 所以江启臣是确定要出局 如果江启臣 他有这个勇气说 不行 我们这次就是一年 就是一年 我上次选党主席一年 这次就是要一年 你要党的一年才可以选 那如果他这么坚持 那可能赵大康就没忘了嘛 因为连报名表都没有机会 不应该按照制度来吗 江启臣依照制度来有错吗 对他没有错 他这样做的话 一定可以让赵大康被隔在门外 可是他会丧失一大群的 所谓的深蓝的支持者 我就不听你了 那你党主席即使当选 你的票会很难看 你的票会很难看 所以他非常难为 对 所以说现在是把 求整个对委将启臣 你答应也不是 你不答应也不是 所以他非常的难为 所以他只有说 那就靠这个党的这个制度嘛 那党的制度在哪里 就是每年都可以改啊 每天都可以改嘛 每次都可以改啊 制度不重要吗 如果当时你没有制度的话 国民党不会因为郭跟韩国瑜之间的党内的纷争大战 到后来呢分裂了 国民党在2020才会输这么惨 如果没有依照制度的话 一个选上高雄市长三个月 就要选择参总统 今天这个高雄市长不是丹基米 韩国瑜你如果乖乖做 你不要破坏制度 你把他选择三个月 你就要选择参总统 今天这个高雄市长 继续选择参择 你会继续做 所以制度非常重要 等一下听听看 侯友宇是怎么说的 那你觉得呢 韩粉可以给兆粉吗 可以吗 这个全国民党每个政治人物 都在想如何接收韩粉 这是每个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都想接收 这一票太忠诚了 可以成功转换吗 但是没有一个人喉咙那么大 吞不下去 来来 我就讲 因为当时郭董跟韩国瑜 大战的时候呢 是 赵超康站在哪一边 你记不记得 应该是站在郭台铭那一边 对 站在郭台铭 而且那个时候我听过 听过这个郭台铭的子弟们都讲 他说呢 赵超康曾经开出两个条件 说在这个状况底下 我愿意出任郭台铭的竞选总干事 有两大条件 第一个呢 郭科佩 加上联署可以达到一百万 有这样的条件 如果当时他跟郭台铭可以有这样的协议吗 秘密协议吗 今天他现在说 今年十个 韩国瑜 说我应该出来酸东主席 说我最有能力去领导国民党 请问此刻的赵超康跟韩国瑜 有协议吗 来怎么看 是我觉得这真的是神鬼赵超康啊 就是神也是你鬼也是你 怎么说呢 以前你说如果你当时愿意 郭科佩连锁一百万的话 我可以来当你的总干事 我可以帮你来操刀 但是有趣的是什么 后来不是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郭台铭突然又有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就说哎呀 其实我有点后悔 没有继续选下去 他当时应该要坚持继续选下去的 就赵超康那时候 也在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说呢 其实呢他没有继续选下去也是对的 因为他再怎么选下去也选不赢 因为韩粉是很难接收的 哎那如果怎么你之前短短几个月 你讲的话都不一样了 再来第二个赵超康在1994年的时候脱党 然后出来选跟黄大洲在PK台北市市长 某一种程度来讲 你不是分裂国民党吗 当年分裂国民党的人 今年27年回来 你是要来团结国民党 还是要来终结国民党 其实同样意思哦 因为他今天非常有意思是 他今天接受 就在他们的直播节目的时候 直接说什么 直接说国民党有很多好人才 国民党也有很多烂人 你大门这个大门 我们如果我讲一个比较大门 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这个大宅门 以前你可能是接班人之一 结果后来你老爸爸没有清点你当接班人 你就不送 你就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27年来 这个大宅门虽然有点比以前没有那么好 有点中落 但是好歹那个门榜还撑着 结果你27年回来之后 你说我要回来了 这间村子我要来看 不然你来问 夹在外面赚钱的银蛋回来 我就是要来逼宫问主 现在的位置 那这样有没有道理 那到底这样的情况看在别人眼里 你到底是来复兴我国民党 还是来终结我国民党 所以我觉得从人情事理来看 我觉得他这一次的举斗 非常的不寻常 再从一个最有趣的事情 联合报 我们都知道联合报跟中国时报 向来都是比较倾向 就是挺国民党这一派的 结果联合报 他竟然说什么 联合报说赵是韩的代理人 那照这样的出手 等于是逼宫江启臣 如果说江启臣坚持用所谓的规则不符的原则驳回的话 下一个要出来选党主席的就会是韩国瑜 所以等于是韩国瑜利用赵绍康出来试水温 你对我韩国瑜 后面所代表的所有的韩军 你是张开大门欢迎我们进去 还是关起门来不准我们进去 所以他其实是有一种策略性 但是很有意思是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一个新闻的标题 今天一个新闻标题是什么 江启臣找回合作力量赵是第一人 整篇文章里面说什么 他说是江启臣去把赵绍康给请出来的 然后呢我就觉得不可思议是 因为赵绍康自己说是 那个韩国瑜请他出来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现在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可以看出一个情况 就是虽然都是所谓的比较挺蓝银的媒体 两方不同意见 一个是讲出真正实话 我觉得联合报是讲比较贴近事实的 中国时报讲的比较像是 老板想要的一个方向 我们也知道 那个当时这个中国时报的媒体老板 就是支持韩国瑜出来选的媒体老板 所以现在变成这个媒体老板 支持这个政治人物支持的媒体老板 所以你就知道变成三方混回 就是一个一股力量 这股力量要重返国民党 但是这个重返国民党 到底是中心还是终结 我觉得国民党人是交响清楚 对哦 这个将不可能 后代跟我迎王时回来 然后终结我的连任之路 不可能嘛 是不是 他其实就如果说 以上业竞争来讲 就这样子嘛 你一家上市公司 现在就是有市场派 结合部分的公司派 要斗倒你现在的执政的董事长嘛 那现在就情况就是 那我就是要你走嘛 你要我采用敌意并购 还是那个合议并购 所谓的合议并购 就是你自己先认输 那我们可能好好谈 那个事例要怎么分 董事长是我 总经理是你 或是顾问是你 如果是用敌意并购 那就开始用 开始就是用实例来对决 那现在将启程情况是 你只有一招来保密 你就是要联系 所有的少壮派 包括蒋万安这些人出来 就是要以所谓 我们的按照规矩 规矩走 按照游戏规则走 以前的两次因人设施 告诉我们结论是失败的 我们再存人 不要办第三次的错误 因为以前不是开 故意让郭台铭 对不对 让他选 然后又让韩国瑜 狂袍加深 哪一次不是都是为了人 而在设施 所以如果这一次 可以把规矩就是坚持这个原则 其实说一句实在话 蒋万安 他现在也面一个抉择 他也插在那里 赵绍康要选2022 他最熟悉 当然选择大学校 他哪有可能去选 新北学校 去选实地学校 不可能啊 竟然不可能去选高雄学校 我是认为赵绍康 已经看不上台北市找了 他也许会去 他也许会支持蒋万安选 但他会逼蒋万安表态 因为蒋万安事实上某一种程度上 他比较是中华民国派的 他比较没有那么的红统派 但是也因为在反送中的议题上 蒋万安的立场跟 生来的有很大的一个冲突 所以他其实赵绍康假设 他真的拿下了党主席之后 他可以直接让蒋万安表态 你要朝着我们这边走 还是维持你自己原本的路 我昨天一直抛出一个问题 赵绍康的参选到底看到什么 看到了比如说反莱猪 气势非常非常旺 看到了王浩宇被罢免了 看到了黄杰快被拉下来 甚至有人骂黄杰 我在想 因为在当时在党内初选的时候 他力挺的是被认为像是 财团派的郭台铭 当时赵绍康被定位是一个知识栏 那现在呢 你现在真的是 你跟这个郭台铭结合 然后对战韩国瑜的时候 现在说你跟韩国瑜是骑走会 所以我有一点点错乱 但是呢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是这样子 蔡英文总统在忙什么 这些人在忙罢免黄杰 忙拉下所谓的陈时中 蔡英文忙的什么 忙的昨天去慰绕这些消毒兵包化学兵 甚至忙的是逐坑面临来 将近十年缺水的危机 现在北水南宋 总统忙的是这个不是吗 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去年台湾的GDP 2.98%可以说是现在目前所有 世界各国出来成绩里面最好的 而且呢我们还30年来首度赢过中国 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半导体的整个群山 拱住这个经济的一个发展 再加上说我们的防疫太好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变成转为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力 那为什么总统在这个时候 当然有一些蔡英的历 那个县市长还在讲说 不要去桃园啊 必桃 为什么总统要去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桃园的一个水库可以转到宝山水库 可以北水南送送到我们新竹这个部分的话 才能确保我们新竹这边的工厂 不会因为缺水的问题而降低产能 大家要知道现在全世界仰望的是我们 是什么 是我们台积电的晶片 你不管是5G的晶片 手机的晶片 甚至连车用的晶片 全部都要仰赖我们 现在有传出来说车用晶片 竟然要一口气喊价大涨三成 因为它是用超级极健的一个情况 所以也激励台积电今天终于又返红了 对 长工 那现在情况就在这里 其实你们现在国民党在想的是2024 但是我们其实现在执政党的是 怎么样让我们一年比一年我们经济 可以再要上国际玩 站稳这个脚步 就是跟美国这样的经济合作联盟 再透过就是军事上的一个相关的策略联盟 更加密我们美中的一个关系 才是能确保台湾有2024 所以现在国民党因为他们是在野党 他们其实不太管这些事情 他们就是开始在 但我觉得国民党现在要在乎是什么 是生存大战 如果说现在如果国民党没有这些 江启臣他们可以固守防止 这些外来的人进来的话 开大门的话 那我想清洗国民党 最后国民党还是不是国民党 还是国民党其实是新党化 那其实就对于台湾的整个政局 有一个产生很大的影响性 是国民党的存亡的关键是说 到底领导者可以召唤多少年轻人呢 非常谢谢慧政 李正浩加入我们讨论 刚刚特别提到外资 包括提到台积电 包括护国神山 外资已经告诉大家 台积电2025年将成为 全球第一大半导体公司 金远代工的龙头厂 这是护国神山当中 在全世界都看到了台积电 也等同是看到了台湾 但是呢 来连线给杨老师之前 我请教的是张云嫂老师 我刚刚特别提到 哇哦 这个政治金童 到底这是一场入党秀 还是逼宫秀 还是就是角逐2024的大位呢 来张云嫂老师怎么看 在国民党这种政党文化 充满宫廷斗争之中呢 最后谁能够留下来呢 他必须具有三种特质 第二叫什么 生命热心要强 第二个脸皮要厚 第三个斗争手脸要高 为什么韩兆一拍即合 因为这两个人 都有这三个特质 什么叫生命热心要强呢 韩国瑜啊接地气啊 甚至呢曾经落魄多年 但是说翻身就翻身 赵绍康从94年到2021年 不论他的身份是政治金童 或是媒体人 他永远都是媒体讨论的焦点 这叫生命热心要强 跟韩国瑜跟赵绍康同一时期呢 这些深蓝新国民党连线的人 请问他们现在安在何处 很多人都已经离开政坛了 生命热心要强 英雄比气短 比气长不是比气短 第二个脸皮要厚 什么样的脸皮要厚 就是要忘了着视金飞 有人是说欢迎啊欢迎啊 到现在没看到有人不欢迎嘛 当然礼貌上会欢迎啦 那有人是说 但是要选党主席要照党章来啊 照规定来啊 不能因人涉事啊 不能因为赵浩康违反规定啊 第一个我从来没有要求别人 因为我违反规定 从来没有 那当然是赵彰行事 那赵彰呢 按照国民党以前的 我就看了党章 也看了以前的党主席的竞选办法 党章没有这个规定 没有规定党主席需要一年 党章没有 党章是母法是最重要的法律 也不只是赵先生 其他人我们陆续希望 有机会的话 能够邀请来 认同国民党支持国民党的理念 大家共同为台湾来打拼嘛 那为我们的民主政治 能够让它更正当 更正常 更健康 那如果说江启臣主席 聘我做中评委 他随时可以聘啊 因为中央委员需要选 党代表选 有名额的限制等等 中评委没有的 中评委党主席随时聘就可以聘 而且也没有规定可以聘几个 据我了解国民党可能有1000个中评 那而且呢 也没有规定什么受聘 我也希望说 今天不只是赵先生 可能未来有更多的赵先生 未来更多的赵少康 都能够来加入国民党 或者重新回到国民党 今天小军说得非常好 2019年的时候 赵少康以这个知识然置居 不断地批判韩国瑜 而且为了郭台铭教区 第一个跳出来 帮这个郭台铭说向了 国民党不是有31个人 收了郭台铭的钱吗 谁帮他教区的 是赵少康 第二个 说要操盘的两要件 这是赵少康所说的啊 但现在呢 着势心非一拍即合 这就叫做脸皮要厚 韩国瑜也是一样 他敢yes I do 对当选之后就立刻落跑 所以这两个人呢 基本上具有政治上 极为敏感的嗅觉跟投机度 第三个什么呢 斗争性格要强 94年的时候 两个候选人的这个slogan是什么 陈水扁是正面诉求 快乐希望陈水扁 赵少康是什么 赵少康叫最乱的时代 最好的选择嘛 这就是最简单廉价的阶级斗争 跟群众动员 韩国瑜有没有继承这一点 2018年跟2020年 这两种选战 韩国瑜就不断的继承呢 赵少康先生这种 族群对立 自我否定 阶级斗争 群众动员嘛 所以这两个 当然一拍即合 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碾鱼效益很快就出现了 今天呢 这个国民党 跑国民党最有名的这个 上报的洋溢 独家装访 韩国瑜 韩国瑜呢 基本上这是个斗争高手 他直接挑战 这样子是什么 不是什么莱猪 也不是什么口罩 也不是石板仙说 什么小名 他直接问江启成 直接扣三个帽子 国民党那两岸路线呢 就是江启成的软柱 简单样 江启成闪闪躲躲 这一年以来呢 不敢碰两岸议题 但韩国瑜先发制人 直接说哦 这就叫阶级斗争哦 主流 非主流 跟呢 离经叛道 什么叫主流呢 国民党的两岸议所 三派 第一种叫做呢 停九二共事派 停九二共事派 其实就是统派啊 但包装叫做 停九二共事派 第二个呢 叫非主流 居然说 于北城路线 是啊 第二种 这叫非主流 这第二种 第三个呢 叫离经叛道的 叫林维州路线 这就叫做呢 基本上离民进党的台独啊 只有一步直遥 你看这是不是阶级斗争 定位于北城将军 这叫维持现状者嘛 简单讲 他说呢 于北城先生的路线 就是呢 只管台澎金马的 中华民国派 这个叫非主流 他自己变主流了 然后呢 林维州的那种台派啊 基本上跟民进党一样 都是邪魔外套 这是不是阶级斗争的高招 因为他们两个现在结合嘛 一个有媒体 一个有基层 但是呢 骨质力或是学历流的 阶级斗争的成分是一样的 结果什么脸于效应呢 我念给大家听 将几层接招的方式是什么 今天用脸书 乍汗之下呢 大人欺负小孩 因为昨天有这个 民进党的这个社创中心主任 范范刚的这个争议 我就不加解释了 但江几层说什么呢 这个时候呢 中国共产党的套路就出来了 叫做战争变争策略 江几层不敢去回应 韩国瑜的这些 直球对决 他说什么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要一致对外 先说民进党 蓝绿二都不必要 战争变争策略 转移内部矛盾方法呢 就输出危机嘛 国民党现在 共同的敌人是谁 跟共产党做法一样 是民进党 而且江几岛说什么呢 国民党对中华民国 民主体制的坚持 与民进党走向法理台图的道路 始终不会一致切割 而且呢 立刻呢 向韩本书臣 请问谁会讲法理台图 不就是朱凤莲吗 江几层这一年多以来 针对民进党的中华民国 台湾的论述 什么时候有这么激进的言论 这就叫做碾鱼效应 什么叫碾鱼效应呢 往中道理性的方向 背道而驰 走向赵绍康跟韩国瑜的 深蓝红桶的路线嘛 这就是他们眼中的碾鱼效应 最后比较说的地方是 赵绍康先生对我的启蒙 也非常非常重要 我打辩论出声的 94年选举的时候呢 我才大三 就像我跟博文啊 议员的这个想法是一模一样的 当我们当年看这场辩论 还有那样的选举模式 还有那样的文宣 应该是开台湾选举之先河 但是我觉得最难过的地方在哪里呢 30年过去了 从23岁的大学生变大学教授 赵绍康先生的所有论述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新陈代谢 国民党我们说 政党文化叫新陈代谢 他这叫逆种 民进党是一棒接一棒 越接越年轻 他是不然要吃西瓜到环境 到过来呢 年轻的这青壮世代 居然交棒给我大学时候 基本上觉得非常厉害的赵绍康 那对国民党来讲 30年以来的本土化 30年以来的世代交替 或者将几成一年 所有的党务改革 基本上都毁一段 而且毁不是有将几成 一个人而已哦 因为赵绍康跟韩国瑜 联所所点名的人 包含哪些人 他讲林维州 某种程度上就讲侯友宜 然后呢 将几成同路人就包含什么 软弱的当权派 这是朱立伦 包含还有像连胜文 使要在我划线以内的 就叫自己人 非有吉敌 这不就是阶级斗争的逻辑吗 所以我最后说的地方是呢 赵绍康虽然呢 饱刀未扰 但游刃有余的地方在哪里呢 挑战人性的那个弱点 也就是呢 他知道 如果通过他现在美光灯的能量 因为某台关闭之后 他忽然变成韩粉新的共主 而韩国瑜呢 也找到了新的宿主 两个一拍集合状态 一个叫意见领袖 有空中的 有空战的能量 一个接地气呢 有韩粉的力量 对谁被带来冲击 国民党现代的建制派 也就是中壮世代呢 他们会去逼着刀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傅 加入我们讨论 医师公会的全联会副名长罗俊轩 民进党新北市员何波文 包括两岸政策协会员赵昀老师 前陆军少将于北城 以及整合医学科的主治医师 江关元江医师 欢迎你来 还有政治评论李正浩 那么立刻联系给国会观察 积极文老师 姚立明老师 在将近晚上九点钟 来杨老师我想请教 杨老师 你跟赵少康应该蛮熟的 我记得你跟郭台铭也蛮熟 你跟韩国瑜也蛮熟的 因为你跟韩国瑜好像有同时担任过立法委员 来第一个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入党秀逼宫秀 当时国民党因为郭台铭跟韩国瑜 党内初选陷入纷争的时候 的确的确那个时候的赵少康是站在郭台铭这一边 而且是定位是知识栏 是炮打韩国瑜的 他没有选择被国民党认为说 比较 他认为是草根本土的韩国瑜 那么现在赵少康被认为重返国民党 华丽的换身 第一个有人说他志在2024 从党主席到2024 包括人说他在帮韩国瑜铺路 来这一周来 杨老师你怎么看的杨老师 我先讲他在2020的时候 在国民党党内初选站在郭台铭那边 没有站在韩国瑜那边 其实这是非常清楚的 后来初选完了以后 他的媒体也好全方位的挺 知道他其实重点不在于 占郭台铭还是占韩国瑜 而是在于他要打倒民进党 他当时认为郭台铭的机会大于 韩国瑜 我想这一点我自己也个人当时在媒体也曾经说了 郭台铭才是民进党比较大的对手 只是因为国民党内的多数跟社会主流的多数不一样 所以韩国瑜出现了 韩国瑜成为国民党候选人 然后就败给了民进党 然后可是到现在为止 韩国瑜或者国民党韩粉能其实看不出来这一点 也就是国民党内的多数 比如韩粉跟社会主流的多数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郭台铭会在国民党党内输掉 那可是他如果在大选 在当年的大选会成为小英很大的威胁 这是不争的事实的 所以当时赵道康很英语 赵道康拿袋只有一个 跟他在90年代诉求一样的 绝对不能让民进党执政 民进党执政中华民国就是亡国 这就是他30年来不变的论述 这个点到现在为止 我相信他还会说 这一次他之所以会出来 我们要从两个角度 全部都是现实政治的角度来思考 第一个就是江启臣的党务改革完全失败 也就是江启臣不管是面对九二共事 他本来要想甩掉这个包袱 可是一丝成果都没有 换句话说 结果在其他党务的改革方面 不管是这个吸引年轻人的论述 或者是组织的改革 至今江启臣的党务改革的成绩不及格 所以国民党的民调拉不起来 即使民进党有莱猪这个议题 在扯后腿或者等等等等 可是基本上将启臣 现在的国民党党中央 木气沉沉 没有办法唤起 说2024是不是有机会 能够重返执政任何一点希望 所以就会再给韩国瑜 赵少康这些人 这个一丝的希望 先要把江启臣赶走 江启臣赶走以后才会有 我现在要讲的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要布局2024 对他们来讲2022根本不重要 我根本不认为韩国瑜会参与2022 因为那个对他来讲 根本就是什么台北市 陶渊市很多人点将点兵 我认为那个都是偏离了主题 韩国瑜选过一次总统以后 他不服气 他还想再选一次总统 而再选一次的总统 有两大障碍 第一个障碍叫侯友宜 现在是党内名气最高的人 我朱立伦做党主席 要不然就会安排自己选总统 要不然就会想办法解套 侯友宜在2022选市长之后再选总统 或者2022他不选市长之后选总统 无论如何都轮不到韩国瑜的份